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上年纪了 这个故事本身非常吸引人 这部电影它很能够贴近我们 生命中我会常常碰到一个身心障碍的 自己本身的家庭 或甚至包括自己 也包括你周遭的亲友 也包括社会大众 我觉得怎么样去面对一些在受苦难的人 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站起来 也让社会大众来 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都有让我们能够发人身心的地方 但是又不落属套 所以我觉得电影像镜子的话 同样这部电影也像锤子一样 可以打醒我们 对 打醒我们 而且我觉得他提到了很多 校园霸凌的问题 其中那个小男孩曾经说 片里面叫做奥基 那他就说 他说事实上 我们常常在社会大众 有时候会卫装自己 面对一些 看起来就脸部伤长的人 一下子就不能接受 有时还会很 嫌弃 嫌弃 可是又要装得好像 能接纳的感觉 可是到学校里面 有些小学生的话 他们可是 就直接的去表达 对那个当事人来说 是有非常的大的伤害 所以呢 怎么让同学们 从认为你是怪咖 怪胎的小孩子 为什么不去整形 还赶在学校来 甚至包括同学的家长 都认为说 我孩子因为看到你的脸 就会要做噩梦 还把照片 里面有全班的照片 把他的这个脸部伤伤的人 奥基 把他挖掉 重新再做一张照片出来 非常的排斥 可是你想家长的态度 会不会影响学生 当然会 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力 是非常大 可是这个孩子 从完全不被同学接纳 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同学 去接纳他 到后来 他在学校里面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他非常努力的去 让大家来接受他 甚至在学校里面 有一些勇敢的表现 甚至到校长 也在公开的给他一个颁发 一个热心助人的奖状 而且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气可嘉 这份荣誉是一定要给他 我觉得他也教了很多人 怎么样去面对一些挫折 能够得到问题解决 这个孩子呢 他能够怎么样让同学来接受他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过程 甚至也包括了学校的行政人员 校长 还有老师 还有同学 还有之前 可能我们在乎他的外表 可到后来怎么去接纳 这个整个的人 原来他有他的特殊的专长 而且包括他爸爸妈妈 怎么去教小孩子 并不到学校来说 跟学校质疑说 我的孩子为什么被人家排斥 都是老师教学无方 是不是你都没有保护他 父母都没有做这样的角色 父母只是在旁边 整个一步步的陪伴他 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很困难 因为当父母亲生到一个 比较特殊的孩子的时候 其实自己本身 父母本身就已经有伤痛了 对 而且大的罪恶感 而且是基因突变 是父母的关系 这个对一个 很内疚 很内疚 觉得对孩子教导的过程 尤其是其中的 朱利亚罗伯茨演的 那个妈妈的角色 她就充分的一直保护着孩子 甚至在她就学年龄的时候 她在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 她是选择在家自学 妈妈自己亲自教 本来妈妈还有一个 要需要完成的一个 她的一个学位 那在这过程中 她就是说 不要 我现在重要的任务 是要把孩子 能够不因为没有在学校读书 而失去了学习知识的机会 所以她妈妈完全从头到尾 自己教 在这个教的过程中 那有的科目 尤其是自然科 她妈本身有一个相当的能力 她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尤其这个孩子 她动了27次的手术 整形到她可以 离开家里面 跟外界接触 但她还是很担心 所以她就为自己 得到一个礼物 就是她姐姐的好朋友 送她一个什么 太空人的帽子 就像那个什么安全帽一样 可是安全帽里面 只有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看到大家 她其他事整个开的 让大家看不到她的脸 可是不能永远这样子 不能永远这样子 而且你这样子 上课听到人家讲话的声音 还有怎么去 真实去面对人生 所以她爸爸就跟她说 这是我们两个男人的事情 那我觉得 你要进教室以后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她爸爸就鼓励她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那个头盔打开来 真实的面对 可是她在进 第一次校门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 很异样的眼光 你这种人 这么样子有爱观张 还敢来上学 哇 那个排斥的眼神 你知道对她多大的伤害 每一句话都是伤害 对 但是呢 她非常非常的 有想象力 这也是她问题解决的方法 这时候她就想 我这时候是一个太空人 戴了一个头盔 还有身体呢 这个太空人 这样到这个学校来 大家都有欢迎的眼神 哇 这鼓掌拍什么 他把虚声当成鼓掌 对对 他就把那样子呢 换成一种想象力 转换心情 对 转换心情 他就很勇敢的走下去 那是你们 可是这时候 所谓的白日梦 来解决问题 这一招 假如没有伤害别人 似乎偶尔用 是最好的 保护色啦 对对对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 好像也没有那么流行 可是我觉得 在小学幼稚园有时候 在万圣节的时候 刻意的打扮成一个 稀奇古怪 而且呢 这个甚至很可怕的样子 都没关系哦 越丑越好 那在这个时候 她最开心了 可是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呢 还做了一件事 就是同学 居然在她 看不到她的面貌的时候 在万圣节的时候呢 她进教室的时候 听到同学说 哎 既然我长得像她那样子的呀 我早就去自杀了 她听到她常常 跟她在一起的好朋友 说了这句话 你想想看 有没有伤害她 好伤心 而且今天我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校长规定说 我要跟她在一起 不是因为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你看 她这时候 她完全的崩溃 她回到家里 就跟爸爸妈妈说 我不要上学了 我去上学 我觉得挫折 连我的这个好朋友的友谊 是被校长交代 规定的 规定的 哇 在这个时候 她妈妈爸爸 好心痛 可她有一个很棒的姐姐 这姐姐呢 也到她的房间说 没关系 今天是万圣节 我要跟你去 给人家讨糖吃 而且呢 我待会讨来的 巧克力呀 各样的喜欢东西 全部都给你 你是故意的吧 没有啊 你就是我的弟弟 我就是完全的充分支持你啊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哇 她得到了姐姐的 这样子的一个支持 他们俩就真的出去了 就她就转变她的心情 她第二天又到学校去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她再不理她那个同学了 那个同学后来觉得 他不晓得被听到了 对对 而且她后来觉得 哎呀 我这位奥籍的好朋友 还真厉害耶 而且她爸爸 还教她一招耶 她爸爸说 我知道你很聪明 你学什么 很快都学会 但是呢 你有一个最厉害的 就是你的自然很棒 那其他的课呢 你也会 老师问问题 一定会发表的 可是呢 在别的课 你只要发表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在自然课的时候 没关系 你就尽量跟老师畅所欲言 哇 他突然在学校里面的自然呢 哇 大家都众所周知 奥籍的自然是非常棒的 嗯 好 所以当我们这个朋友呢 他就杰克威尔 他突然觉得 啊 我不是看他的外表 我看他内心 还有他的能力 他那种 呃 对达奴流 是他自己也是 好学生 才被校长指派 但是他突然觉得 他不是校长指派 他的好朋友 而是他真正的喜欢了他 嗯 可是 我们的奥基已经 觉得 你威尔 杰克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关心我 所以他们的友谊就破裂了 这时候 很奇怪的是 他周遭没有任何的朋友 可是 这样好孤单 对对 有一个叫沙默的 一个女孩子 就过来 好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跟他吃饭 他说 请你不要来找我 你也是被指派的 来跟我交谈 沙默说 没有啊 我没有叫人家指派啊 我只是觉得 要看到一个人 真正的内心 才能看到一个人 真正的 他是长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而不是看外表的 嗯 他就跟他在 一直在讲的时候 他说 我要交真正的朋友 嗯 哇 沙默这样讲的时候 哇 他突然好高兴哦 他知道 这个女孩 不是为了 被校长交代 是真心想跟他做朋友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就真的就跟他 聊天聊得很快乐 而且 假日也一起去玩 然后滑溜冰啊 什么之类的 哇 这时候 哎 我们的威尔 杰克好想得到他的友谊 马上被他排除在外 他后来就 那个 威尔杰克就跟他说 哎 那 那个 沙默 你能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理我了 他说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在万圣节的时候 他在拜鬼脸杀手的时候 你说了什么事情 嗯 哦 他就回去讲讲 哦 原来他那个时候 他说被他头听到了 嗯 他就开始 学校有科展 他就跟他说 哎 那我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好 那别的同学说 哦 他是超级丑男 你要跟他在一起 他说 他就在我旁边 我就是我要跟他在一起 而且在一起 他们要再做这事的时候 他本来也不要拒绝了 他说 你又是要被交代 嗯 后来 他们就在太空游戏的 那个电动玩具里面 互相的就跟他 他就跟他道歉 嗯 他说 我超级笨 哎 我可能伤害你了 后来他说 你愿意接受我吗 他看到他真诚的道歉 和好了 和好了 而且他们做了一个科展呢 做得非常棒 啊 那另外一组同学 也是他们的死对头 常来找他麻烦的 他们也做了一个 火山爆发 没想到 他们超级受欢迎 而这个呢 正好吐槽 没有得奖 嗯 那我想得奖与否 倒是启齿 只他们的友谊恢复了 大家也更看到说 哇 奥吉他有自然科学的能力 未来是不可限量 而且他对于 看到月亮 就会想到说 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太空人 他就开始有他的梦想 对对 在这过程中 而且呢 当他遇到高年级同学 来欺负他的时候 打杰克威尔的时候 哎 他出手就去抵抗哦 那后来他有他们同伴同学 那些常常欺负他的同学 就过来 就跟他讲说 哎呀 你好勇敢 我们一起来面对那种高年级 对我们的那个霸凌哦 之前是他们用言语霸凌 那后来被别人用肢体霸凌 他们又联合去 后来那些人就 一起来帮助 奥基跟那个什么 这个杰克 而且他们就 避开了那个高年级 对他们的伤害 他们一起到湖边 你知道吗 这时候我们的奥基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同学 都是在欺负他的 现在大家团结 一起来帮助他 而且真的感受到他 很勇敢 我们为什么只看人家的外表呢 那事实上他有一个 非常勇敢的心 他觉得当 杰克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 他就要去勇敢面对 而且他有在 也跟大家都在一起 他并没有做 竭力的反抗 跟大家说 你们怎么样欺负我 没有 他用他的能力 很努力的去 这样自然科学的一个常才 让大家看到他的 这个表现 所以完全的改观 后来大家都觉得 好感动哦 日子一天的过 他终于在 有的美国小学 五年就可以毕业了 毕业典礼 校长居然颁了一个奖 乐于助人 勇气可嘉 校长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蛮感动的 他说 伟大并非在于 拥有强大的力量 而在于正确的运用力量 所有伟大的人 不论男女 都因为有用 个人的魅力 而极具感染力 感染着无数的人 你知道吗 奥吉因为 他很勇敢的 让大家来看到 他这个脸部残缺 有同学还说 哦 你为什么不去整形 他说 我整形了27次了 而且这是我现在 最帅的样子 这是我现在 最帅的样子 好 那当然了 假如你们 只看到我的外表 你们是完全不能接纳 但是你看到 他的努力 还有他 那种心灵的善良 同学再怎么样 巴凌他 但是他就默默的成熟 可是回家 有点委屈 讲话 父母是完全的接纳 他爸爸也会 跟他开玩笑 你的头盔 到哪去了 我藏起来了 你还要他吗 当同学 越来越接受他的时候 他说 爸爸 我头盔就不要了 那他也后来 到在毕业典里那一天 他现在 还没有得奖之前 他就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好感谢你 我刚开始 我好生气 你为什么帮我带到学校来 要受那么多的委屈 因为刚开始了 对 但是呢 我现在好喜欢来上学 哇 好棒哦 对 他妈妈也很感动 到最后 当校长说 这个奖 我要颁给奥级的时候 全部的家长跟同学都站起来 为他鼓掌拍手 掌声鼓掌 对 他就知道说 哎 我们善以待人 因为人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命 在奋斗 那我们要体恤 体谅 他人的人生课题 感受到别人的善意 嗯 哦 我觉得感受人家的善意 善以待人 或许对我们的小孩来说 好 我们真的是 太小了 不能一下子去接受 对 但是他长期 看到他的努力 好 而且呢 大家也看到 哦 不要那么在乎外表的时候 哎 常有一句话说 他的外表改变不了了 因为他说 这是我最帅的样子了 但是呢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看人的想法 不要只看到外表 那当然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爸爸妈妈的教育成功 他妈妈等到孩子送出去以后 去上学了 五年级才上学 那去以后 他妈妈也开始去完成 他未完成的硕士论文 而且呢 也走出家里去 在做二度就业 他也找到了成就感 那最感动的人呢 还有一个他姐姐 他姐姐你知道做了什么吗 因为他很怕他的 脸部伤残的弟弟 到他学校去 而且呢 他有什么表演节目的时候 最好你不要来 而且他跟他的朋友说 我是独生女哦 我是独生女哦 我就有一个小孩 所以当他认识一个男朋友 到他家来说 啊 你有个弟弟 他说 他说没关系 我知道 假如我有 这男孩子也真的好体贴 有同理性 他说 假如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弟弟的话 我可能也会跟人家说 我是独生女 因为 还有一件事 这就是一般 遗传基因 可能会有的隐忧 就是 他是他 爸爸妈妈的 突变基因的 那这个突变基因 会不会降临在 我们的姐姐 薇娅的身上 那这个薇娅呢 以后呢 他结婚以后 可能会隔代遗传 会不会也同时降在他的 孩子身上 所以他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担心 所以我觉得发觉 当有家人是有这样子一个 基因所遗传的一个 不良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时候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也都可能会造成一些 难以去面对的一个 应优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姐姐有一个 戏剧表演的时候 就欢迎他来说 跟他说 我真诚的邀请弟弟 奥基你来参加 弟弟也非常高兴 你要真诚的邀请我 不是勉为其难的 他说我真诚的邀请你 他们两个的一个 真诚的对话之后 我觉得整个的家族 就再一次的融合 完全没有一些借弟来接受 弟弟在学校的表现 那姐姐很坦然的 让大家知道 我有个这样的弟弟 那爸爸妈妈也有各自 可以在自己的那种 生涯发展上重新的出发 我觉得对一个家庭来中 真不容易 尤其是爸爸他常常说 常常会抵不过妈妈的 那种保护孩子的角色 可是也会给孩子一个 另外一种的那种安全感 我们男人的对话 那让他也觉得说 你可以在学校里面 自然可充分表现 让人家知道 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要让孩子知道 怎么去做一个 制度的展现自己的能力 亮点和表达同学 都只看到 哇他的脸部 让他有自卑感 或者大家要保护他 这部电影里面 有很好的教导 当然还有一个 这个老师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说 他每天都给同学 每日一句 每日一句格言 让大家都有一个 学习这一项能量的机会 而且奥吉看到同学的 全班照片 没有他的时候 老师还问他说 你好吗 你还可以吗 他说我可以 我可以承受 老师没有去找那个 做照片的同学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有给他一个同理安慰 那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部电影 奇迹男孩 他妈妈最后说了 你很棒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奇迹男孩 就是从他妈妈的口里说出来的 那当然这里面 朱利亚罗伯茲 还有欧文威尔森 他的爸妈妈妈的角色 都让这部电影加分不上 尤其是雅各特伦 布雷这小男孩 十岁 他每次拍片之前 要做两个小时的化妆 化妆 所以这部电影 他为什么能够小成本 大票房 也有他的道理 总之 看过的人 都能够有收获满满的感觉 其实我在这整部片子里面 我看到一个 真的很令人感动 而且是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 要学习的部分 也就是家里面 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孩子 很多华人世界 是会夫妻俩彼此指责 对 甚至家庭就从此出现了裂痕 那当一个家庭不稳定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孩子 没有办法好好的长大 当我们看到奥吉 他可以这么健康 虽然他到了小学四五年级 才去读书 五年级才去读书 那是因为他更小 他没有那个心灵的 那个坚固的心灵 可以去承受 同学们的异样眼光 对 而妈妈这样子一路陪着他 也是因为有爸爸的支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当然姐姐也很重要 对 还有姐姐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般人 如果家里面有个特殊的孩子 家里面有两个或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特殊的 或是他有病 通常另外的孩子都会被忽略 对 这也是 对 很要注意的 但我相信在这部电影里面 朱利亚罗伯茲 这个妈妈的角色 还有爸爸的角色 她同时有照顾到姐姐 心灵层面的 并没有说 只照顾弟弟 忙着照顾弟弟 而忽略了姐姐 有的时候真的有被忽略 所以姐姐有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妈妈都去关心 你今天快乐吗 就问那个弟弟 都没有问我 他说我也会有不快乐时候 所以姐姐的部分 他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 只是慢慢的改变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爸爸妈妈的时间 只有这么多 他能够全心投入在 比较有状况的孩子身上 这是长大的才能够理解 那姐姐如果没有 那个男同学的同理的话 他恐怕也没有办法 放下他的心结 对 从这部电影当中 我看到有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 《被讨厌的勇气》 阿德勒 对 阿德勒 好有名 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讲到说 就是说 纵死被说坏话了 被讨厌了 也没有好在意的 因为对方如何看你 那是对方的课题 这里面有陈宇讲的 那心态健全的人 不会试图改变对方 而是要改变自己 那我觉得 当被讨厌的时候 你能不能承受 这方面压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需要去接受的 或许我们不会像奥吉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 外在的一个脸部散伞 一看就知道的问题 可能我们也有些事情 我们有很多人都有问题 是别人还没看到的 对 有些被人家讨厌的 那在那单号里面 所谓面对他 接受他 面对他 还有去处理他 还放下他 让我们重新 让自己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 被讨厌的勇气 我觉得这是我们 需要去学习的 在这里 我倒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曾经帮 那个我们 瑞典的 那个莲娜玛利亚 来台湾 我帮她拍了很多照片 因为她 她没有手臂 然后有一只脚 还是残缺的 对 她三岁开始游泳 那个刺绣 还有那个做十字绣 还有那个做洋装 什么 还得到世界金牌的 那个蝶泳的 那个冠军 还会开车 他们去瑞典 特别为她设计的一个 她可以开车的 用脚开车的 那个 那样子的一个车盘 然后就是那个驾驶盘 那当然她后来觉得 游泳是短短的 那能够唱歌音乐 才是长期的 所以她后来就 改变她的生涯 在走在唱歌 到世界各地 去影响更多的人 而且她还结婚了 对对对 那但在这里面 有一件事就是 她曾经跟我们在说 她说 她不在乎要多难 去学习哪一种记忆 她觉得 就像你们也有一些困扰 你们有戴眼镜 你们也是有残缺 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残缺 可是她最在乎的是 当同学都在一起玩的时候 打篮球 打排球 一起玩的时候 常常就把她排斥在外 虽然是没有被讨厌 可是她被拒绝 她后来就跟同学说 你们有时候会玩我的 那个 她的那个意志 我都不在乎 可是我最在乎的是 你们在玩的时候 不让我参与 她说 打篮球你不会打 打篮球你不会打 她说 我可以吹口哨 我可以做裁判 就是要参与 我就要参与 她说 她最怕 她在人际关系 被别人排斥的感觉 我想这不认识 残障或正常的人 我们都可能会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是不是 像奥基说 她不怕 她只在怕 同学对她的排斥 那我想 我们也在这个电影当中 也点醒了大家 不怕开始被人家讨厌 但是我们一步步的 让我们做得更好 让大家看到 我的专长 我的努力 人人都在走自己 奋斗的人生 我们要以善待人 好棒的一句话 我们要以善待人 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精神 谢谢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印太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部 奇迹男孩 我们要带来 这部电影里面的 一步的电影里面 再次上了一步 我们再次上一步